佛在大臣教里面讲到自信 常常用海做比喻 性海 那么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众生 就像海里面起的一个水泡一样 水泡从海起的 如果水泡没有破裂 好像互相对裂的 水泡破了之后 确实大海 那聪明的人 不必等它破 全是海水 每一个水泡都是海水 海水就是自信 弥特尔金山讲得很清楚 不可以少善根 负德因缘的森必顾 那善根是什么 负德是什么 因缘是什么 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 的人生是因缘 欲佛法是因缘 欲大臣是因缘 欲华言欲净土 这是了不起的因缘 语言具足了 那问题是什么 善根获得 善根是什么 心解 你是不是真心 你对这个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还有怀疑 你的善根有问题 你对尽宗这个道理 明不明了 没有透彻明了 明了是帮助你心 你所以有怀疑 你了解它不够透彻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不怀疑了 那你心结有了 心结是善根 负德什么 真干 真干的人有负德了 你不是真干 你对这个事件还放不下 还有留恋 那就完了 那你就很难成就了 所以精美毛病 理论方法都没毛病 毛病处在自己 烦恼稀奇 这个东西要放下 你就决定在这一生 取得清楚 下面你看 联劳 引用了 彭少生 就是本体心 我国千代 彭少生居士 赞愿 无量受尽之 如来 称心之缘交 众生 本具之 话矣 这几句话 非常重要 无量受尽 如来 是射方 明心尽心的人 诸佛如来 称心之谈 字字句句 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字字句句 都是圆满的 称它叫圆教啊 一切诸佛如来的自信 跟一切众生的自信 是一个信 不是两个信 所以 佛在大臣教里面 讲到自信 常常用海做比喻 性海 那么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众生 就像海里面起的一个水泡一样 水泡从海起的 水泡跟水泡 如果水泡没有破裂 好像互相对裂的 这是一个 那是一个 水泡破了之后 确实它害 那聪明的人 不必等它破 全是海水 每一个海泡水泡都是海水 海水就是自信 所以 金教里佛常说 舍方三世佛 共同一发神 一个心 一个智慧 说力无为亦然 未有一样不相同 你力不开自信 这一句话说的 把 驻发摄像 一语道破 我们跟一切众生 什么关系 一体 一个自信 你是关系都亲密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 迷雾不同 无聊之道 我们是一体 比一家人还亲 一体 迷雾的时候 才分字分他 才有分别 才有执着 才早夜 才找了一些 冤枉的果报 这六大轮回的冤枉 梦中境界的不是真的 真正参透了 那个梦也没有离开自信 所以 受法界 一真庄严 都不离自信 都是自信 显示 阿-ni-tau-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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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ni-tau-fa